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s. Lil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想与大家私心分享一下 我这个安省的注册教师席 然後為什麼會突然分享這個安省註冊教師證 其實原來這個註冊教師證裡面是有很多東西看的 我想不是每個國家或者各個地區都是這樣 但是在加拿大陸的註冊教師證 你是真的可以把譬如說如果你知道我的真名 你把我的真名放進網站那裡 你是真的什麼都可以看得到的 今次我就把我自己的教師證拿出來給大家看 當然這些詳細就斷了一些 然後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其實每一樣東西是代表什麼 而且同一時間不單止是看他代表什麼 但同一時間都可以看到其實是跟工作或者經驗 或者是跟他做過什麼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有時候我也不喜歡告訴別人我的名字 因為一查就能查到 但是今次就是斷了名字 斷了這個registration number的情況之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去片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一探究竟了 首先我們就會看到這個OCT 這個其實是Ontario的 這個教授的程度裡面都挺長的 不過我就是截圖 就是一截一截這樣說 首先你要看的第一件事就是這個Good Standing Good Standing的意思就是它是沒有法事 沒有補充 然後也都準時交錢 也都沒有退休的 那我也很想快點是Retire 但是沒有 所以就是Good Standing 那你就會看到上面我查了的就是 issue date 和registration number 那這個就是每一個人都 是unique的 那issue date 呢 我也查了 免得給大家看這麼多這些日子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都是看到這個Good Standing 就是我現在仍然都可以繼續去教書的 如果你沒有Good Standing的話 是真的會令到別人是會有猶疑的卻步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老師是probationary的 譬如說一些愛地尼的老師 然後他們可能是暫時批了一個temporary 或者probationary的一個license 之後他們去找一些譬如說代課老師那些 其實都有可能會請的 然後之後就有這個academic and technical qualifications 就是你大學讀了些什麼 或者你有些什麼degree 那我就是讀了一個Bachelor of Science 即Honored Special of Science 和一個Bachelor of Education 但是有些人可能讀了 譬如說Master 或者是PhD 那些都會在裡面的 那你就會發現這裏 和他之後的教學 qualifications是分開的 所以就算你讀到曉飛 讀到有PhD也好 其實都不是 就是和教的東西是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但是你所有的academic 或者technical technical就是一些 就是有些人是讀了college 由學剪頭髮 學整車那些 都會在裡面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他都打了去裡面 那我兩個都是在U of T 然後之後program of teacher education 就是說他在哪裡拿到他的教授 然後就像我的媽媽 我就去U of T 拿到我的Bachelor of Education 但是他會有些人 讀了PGDE 或者是PG whatever 或者是有些人讀 Master of Education Master of Teaching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 Teacher Education 他們的Teacher Training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的話 就是在這個I's U of T 但是其他人就會在這裡 譬如說如果你在PGDE 就在這裡出現 那好了 之後我們就會再講 譬如說Teaching Qualifications 和Additional Qualifications 那好了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告訴你 你可以教些什麼 如果大家記得 我是拿著一個 Honor's Gradual of Science Degree 那在裡面 其實我讀了很多 Physics、Chemistry 和Biology 我是一個 Integrated Science的一個Degree 那所以那時候 OCT就批准了 我可以教 Chemistry 和Science General 那什麼叫做 Chemistry 和Science General 就是 都是生人生人 但是我們先拆解了這個 就是我們當看 這個Teaching Qualifications的時候 第一件事 就是要看這個 Intermediate 和Senior 或者是Junior 或者是Primary 這個可以告訴你 你是教些什麼年級的 那譬如說 好像我這樣 Intermediate 和Senior 其實就可以教 Grade 7 至Grade 12 Intermediate 就是Grade 7 至Grade 10 Senior 就是Grade 11 和12 然後之後 當你說了年級之後 就是可以教些什麼 就是我可以教 Chemistry 或者Science General Science General 就是一些 譬如說 Environmental Science 或者是Grade 9 Grade 10 Science 就是一些比較 普通一些的 就不是 Chemistry 專科 或者不是 Physics專科 或者不是Biology專科 那Science General 通常就是給一些 就是有些學生 他們可能要一個 Science的Credit 但是他們沒有想著 大學的時候 讀Science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學校 就會提供一些 例如Informmental Science 或者是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這些 給一些學生讀的 所以那個Science General 就不是說你什麼都可以教的意思 只不過是一些比較 不是說 VCamp by 專科的 一些Science 所以我出來的時候 是拿著 Cemistry 和Science General 之後你就會說 如果我想教其他科的話 那又如何呢 或者是我想教其他年級又如何呢 我就給一個 這個是我的朋友 我也遮了他的細節 這個是我一個 Elementary School的朋友 在畢業的時候 他就拿著 Junior and Intermediate Division Junior就是 Gray 4到Gray 6 Intermediate 就像我所說的 Gray 7到Gray 10 那為什麼他會拿著 Junior and Intermediate 我們通常叫做JI 那為什麼他拿著JI 就是因為 他想教Middle School Middle School就是 Gray 6到Gray 8 所以Junior就會 令到他可以教到Gray 6 跟著Intermediate 就可以教到Gray 7到Gray 8 你就會留意到 他畢業出來的時候 他只可以教數而已 然後小學和高校就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高校的時候 畢業出來要有兩個教學位置 你才可以真正去教高校 但是如果你教小學的話 一個就可以了 就算你是教數也好 你仍然要教全科 只不過是你只拿著一個教學位置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的朋友是得數呢 就是因為他大學的時候 他只讀一個很純數的Degree 所以你大學讀什麼呢 它是Dictate 了你之後的教學位置 教學位置裡面有些什麼 就像我這樣 我讀了一些 Integrated Science 就是什麼都要讀一些 那就可以散開一點 但是他好像這樣 他讀得很專門 就是數學裡面讀得很專門的話 變成他只可以拿到一個 Mathematics 的教學位置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其實就是說 我不想像我這樣 我就是拿著 Chemistry 和Science General 如果我想加一些 其他的科 然後我想教的話 我就要讀一些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這些是要你拿了牌之後 才可以讀的 那你也看到 我讀了整個辣的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 然後我就說一下 將全部一個個告訴大家 然後就可以讓你看到 哪一些是我加下去 可以教些什麼 第一個就叫做 Additional Basic Qualification 那我提到的那些 全部都是Additional Basic Qualification 例如說 有Senior Division的數字 Intermediate Division的數字 即是Gray 11、12就是Senior Intermediate就是Gray 7、10的數字 然後Senior Division的Biology 然後Senior Division的Physics 那這一堆都是我之後再加的 那你就會說 不是啊 Mathalie 你之前說 拿著我的Chem 和Physics 為什麼一直都是說 我拿著我的Chem 和Physics 就是因為我入職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拿到我的Physics 而我第一份工作 拿到份工作的時候 都是因為我拿著Chem 和Physics 所以我通常告訴別人的時候 因為快速的關係 我通常都會告訴別人 我拿著Chem 和Physics 但是其實我拿著很多東西 你沒理由列出來給別人看 所以在這裡 我是之後才會再加Physics 那你怎樣才可以讀得到呢 就是你要找一些有Offer ABQ 就是Additional Basic Logification 的一些大學 然後你可以在網上讀也可以 你可以在邏輯讀也可以 有些是Hybrid讀也可以 然後Ranging from一個月 甚至是四個月都有的 那就看看它 就是它總數的Hours 都是這麼多的 只不過是讀得好像一個密集一點 還是散一點的意思而已 然後你就可以讀它 但是你一定要在大學 一定要讀到某一些課程才可以 幸好就是因為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的讀大學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數 不同的Biology 和Physics 所以我到時讀這個ABQ的時候 我都夠誠意讀這個ABQ是數 或是ABQ Biology 或是ABQ Physics 雖然我從來都不承認我自己是可以教Biology 但是我是有足夠的誠意 是可以令我讀到這個Biology 的Inditional Basic Qualification 你只要夠誠意就可以了 所以你大學讀什麼都很重要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拿到一個ABQ 然後我之後在下面 你就會見到我有一個Junior Division Junior Division是我之後加的 對不起 忘了關掉這個電話 是我之後加的 然後這個Junior Division 就是Gray 4至Gray 6 我是沒有這個意欲去教小學的 但是之後為什麼我會加呢 就是因為我要拿這個Principal Qualification 如果你要做Principal的話 你是要有三個Division 我有Intermediate、Senior 所以我之後再加這個Junior Division 所以我是沒有意欲去教小學 但是你仍然都可以加一個ABQ 去教小學 另外一個就叫做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就有少少不同了 它都是要之後讀的 但是通常這些都是一些支援 role 就不是一些可以教的科目 譬如說一些什麼呢 我有Special Education Religions Education ESL 之後我讀了一個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然後我再讀了一個Guidance 這裡全部這些 雖然我有讀到 即是Special Education 或者Guidance 它可以變成一個 開了一個新的位置給我 在學校 但同一時間它不屬於一科的 它屬於一些支援的 role 譬如說我的Guidance 我現在做的工作 都有少少少好像Guidance的工作 我都會坐在一個房間裡 然後跟學生逐個逐個在家聊天 這也是因為我取得了 這個Guidance 的 Qualification 譬如說如果你想做一些 Special Education 的老師的話 你也要取得到 Special Education 才可以做的 但是譬如說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是完全與教書是沒有關係的 只不過是說你可以用一些 技巧去教書 所以是對你開多一科 是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通常有些人就會讀這些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就是因為他們想開拓一些 其他的科目 或者其他的發展的空間 譬如說有些人可能教了 Science 很久 然後想做Special Education 那是不是會讀一些Special Education 或者是好像我這樣 我想轉去一些 比較student support 的工作 然後我就會讀了Guidance 然後你就會發現 有很多它寫出 Part 1 Part 2 之類 通常這些support role 都是要Part 1、2 或者是一路這樣讀上去 總共有三部分的 那有些譬如說我讀了 譬如是ESL 我可能之後再沒有這樣的興趣 再讀上去 那我的Guidance 我有想過讀上去 現在在想著 但是你可以一路這樣讀上去 讀完三個部分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讀完三個部分的話 你就會拿到那個Part 1的Specialist 但是你要讀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要讀第三個課程的話 你要在本一個領域裡面 要做夠有兩年的經驗才可以的 譬如說如果我想做 我想繼續Guidance 一路讀Part 1、2、3 讀上去的話 那我Part 1的時候 就是有OCT就可以了 或者有T-shirt qualification就可以了 但是我Part 2到Part 3這個時間的話 都是要有Teaching Experience 而且是相關的Teaching Experience才可以的 那好了 你就會見到 我兩個就是寫著Specialist Specialist的意思 就是說你是在這方面的專科 那我就有這個Online Specialist in Science 然後還有一個Specialist 就是在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那我本身讀Specialist 其實Science就已經很足夠了 我讀了那個ICT 原因就是因為我要考這個Principal Qualification 那如果你 因為如果你要去Principal Qualification的話 你是要有兩個Specialist才可以的 但是通常人們會讀 為什麼會讀一個Specialist 最主要是人工高一些 以及可以做Department Head 因為通常Department Head 你一定要有該科的Specialist 才可以做Department Head 所以如果譬如我想做Department Head of Science 這樣計算 那我一定要拿著一個 Online Specialist of Science 我才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在一些 就是我們所謂比較正規一點的學校 譬如一些Independent School 或者是Public School 如果你想加人工的話 有Online Specialist的人工 就會高一些 但是你一個和兩個是沒有分別的 只是有和沒有的分別而已 所以我剛剛開始讀這個 Science Specialist的時候 我也是想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我想要加人工 第二就是因為我想 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到Department Head of Science 最後我也沒有做到Department Head 就做了別的Department Head 但是都是 那些人通常讀你都是為了加人工的 還有可能會再上位這樣 那好 另外一個就是Principal Qualification Principal Qualification 我只是讀了Part1 其實我讀完Part2 只不過是我還沒交功課 所以我打了一個笑臉 我現在的功課只是寫了一個The字 所以我一直都是 因為它要結束了Part2之前 即它還沒寫Part2 在你的OCT裡面 它一定要來交一份經常的Essay 然後我就還沒交那份Essay 但是所有東西我都讀完了 就是Part1、Part2 所以我交完那份Essay 其實我的Principal Qualification就結束了 因為Principal Qualification 就是Part1和Part2 但是其實Part1已經夠可以去做 這個Principal Qualification 看看你哪一個區 即是有些缺人的區 就會更加容易讓你去做 然後Part2 通常不一定是需要 所以我會選擇去做這個Principal 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要再scroll down 你就會看到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這個是安省才有的 就是這個Sexual Abuse Prevention Program 今年 剛剛過去那一年開始 就是每一個老師都需要完成 這個online的module 就是Sexual Abuse Prevention Program 然後你回答所有問題 然後你又要通過才可以完成 如果你不完成的話 你的employer是可以隨時解除你 所以你要online去做 那時候我們也是online 又要看影片 又要答問題 那也有點難的 有些是真的要認真是 不是說按按按就算 那之後下一個就是 New Teacher Induction Program New Teacher Induction Program 就是Public School 最主要就是 好像Public School的Probation 那就是你每一 你進去Public School裡面 你就有一年的時間 就是在Probation 那裡面就有幾個Evaluation 然後他就會來看你 然後你就會安排跟一個Mentor 然後那個Mentor就會帶著你 然後一年之後 校長就會寫批還是不批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找到一份工作 在Public School就好像 好似乎小猴子 那你仍然都要過Probation 那我那時候的Probation 我都差點是 我很怕自己不過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個人都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覺得自己會不過 但是你仍然都要 Fill in 很多不同的Document 跟著你要寫很多不同的Reflection 就是諸如此類的 所以我現在 因為我之前已經過了我自己的NTIP 就是New Teacher Induction Program 然後我現在在學校 都帶很多 就是面對很多新的老師 就是面對他們的NTIP Program 那當我自己經歷過一次之後 面對他們的時候 就好像容易了很多 但是我之前過的時候 那一年 我就經常在想 如果我沒有過NTIP 就麻煩了 那由最後最後 你就會見到 就是我們的Status History 那我現在當然是Good Standing 而且我只有一行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 就是他們可能是 由其他地方來 然後或者是 他們可能忘記交錢 或者是退了休 他們可能會有不同的行數 那仍然會 就會說 他們的Status是什麼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 和什麼時候延期的 所以如果 譬如有些人 是Probationary的話 他可能會有三至四年的Probation 然後你在Probation裡面 就要符合某一些條件 然後符合了某一些條件之後 他才可以 給到Good Standing 那你就會見到 Effective Date 和延期 就會有日子 在上面 想找到那個註冊教師證 其實都很簡單 你只要去Google 然後如果是安省的話 就打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 去到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的網址 你就會見到 Find a Teacher 然後你直接打名字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我們的教育處長的名字 打了下去 他本身就沒有這個教師證 因為他本身就不是老師出身 那你就會見到他是沒有的 但如果你打其他老師下去的話 就會見到他們全個 我之前給你們看的那個教育程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 like share comment 和subscribe 然後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是 DM我 然後我都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